我現在看起來就像是一隻掃把 我看起來就像是憑空的一隻掃把 天啊你看沒有人 嗨大家好我是小白 今天呢我們要來玩 戰藍魔法 我這一次 我這一次把我的開頭話 話的速度 講話的速度語速稍微放慢一點 我發現 有時候我每次都是這樣子這樣子 我都會像這樣 嗨各位大家好我是小白 我都發現一件事情 我都發現我講那麼快然後字都 構成一團到底你們到底 你們應該都沒有聽懂吧我覺得這樣 這樣講起來好像太快 這樣我會試著把語速放慢一點 我是不知道但是 如果是我自己聽起來的話是有一點 有一點太快然後我聽不太懂 我自己到底在講什麼 好啦那麼我們今天就來玩我們的戰藍魔法 那今天呢有裝一些新的 模組進來因為有一點可惜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這些種植樹 速度的模組速度太慢了 真的速度太慢了 我嘗試的用很多種方法讓它的速度變快 但是依舊好像沒有辦法 所以呢在今天大家會看到右上角 出現了我們很久很久的好朋友 地圖對我們的地圖已經出現 然後呢還額外加裝了那個 循環模組那循環裡面有一個種植器 我們就來用那個種植器來種菜就可以了 那就是這個 這是收割機需要的材料也非常之簡單 然後有人跟我提醒說小白阿你的那個箱子裡面不是有一隻 有一隻幸運3的稿子嗎 對對對就是這一把我們把這一把也拿下來用 那我們今天就來去挖一點 挖一點鵝卵 不是鵝卵石我們要來去挖我們的 我們要來去挖我們的黑曜石 然後我們就來先來把那台機器給造出來吧 喔對好像還有一個東西是 這個生物團它需要用到比較奇怪阿 應該說比較多植物但是這個都是植物啦 只需要一顆樹然後任意的花朵 然後再搭配一個任意的葉子 就可以做出這個生物質 有了這邊應該就可以了 我們就欸鑽石 哈囉來吧我們來試試看我們 幸運3的鑽 幸運3的鐵稿會送我們幾顆 3顆不錯 5顆 沒了嗎喔沒了沒了挖完了 喔一個 欸我們其實其實我們只剩一個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就回家吧 耶 然後我們就拿著這一顆 跟另外一個黑曜石做結合 我們就可以來做下一個機器咯 呃 有了有了兩顆黑曜石放在一起 變成黑曜石地板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做我們的收割機 好那既然你都做出了收割機 別忘記要做出一個發電機 發電機的做法簡單 它就只需要煤炭方塊 你就可以做出來了 這個是燃燒用的簡單來講就是 放任何東西進去它就會自動幫你給 自動幫你給處理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自動種植要放在哪裡 它範圍蠻大的 所以想要放在 我們放在下面這裡大塊好不好 我覺得這邊超頻的耶 這裡這一塊超頻 所以我們可以放在這邊燒 然後面向這裡 然後它現在沒有電 我們把它後面放一個電 然後可以燃燒煤炭什麼的 那範圍的話可以顯現一下 你看到它範圍可以 這是最大是不是 這是最大 最大可以到12也就是這樣子 這麼寬喔 這麼大 先大概一下這樣 好我來整理一下地形 完成了 這就是我們的初始全自動魔法小農田 它的名字好長 它接下來呢只要把上 只要放上我們的種子 它就會開始準備運作 然後呢我這邊也放上了那個魔法加速器 所以它這附近的那個植物應該會長得很快 對 那我們種植的對象是什麼 欸欸欸欸欸欸欸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下 啾啾 為什麼你的移動速度這麼奇怪 奇怪 奇怪 OK 後退後退後退 等一下下 我們想要先來測試我們的煤炭種子 看能不能在上面 播種跟加速 但目前我就只有一個 所以呢我們就用 就先實驗吧 因為樹是沒有辦法的嘛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來實驗看看 那它這邊長好之後啊 這台物品收集器就會把這個種子 的掉落物給拿起來 然後呢會傳送到我們的箱子裡面 那目前它已經 欸我的石牌原來在這裡 對這個石牌是可以重複使用的 對你就只要點它一下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裡釋放 我想說我按完之後 為什麼我的石牌不見了 原原在裡面 好那我們就等它慢慢的長大吧 那應該只有一個而已吧 對就一個 加油 那我們再去合成其他類型的種子 然後一起放過來 鐵種子也拿去種 鐵然後再來是金 金的等級可能比較高 我們的我們的材料可能不太夠 我們可以再去多挖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煤炭長的怎麼樣 欸長的好像蠻快的呢 可是它為什麼沒有採收 你為什麼沒有採收 需要紅石始終開啟 這樣子有 欸有了它採收起來了 然後它放進箱子裡面了嗎 有欸它拿進來了 然後這個種子是多的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再重複種上去 然後鐵的話也可以 我們可以把煤炭種一排 然後鐵種一排 然後金種一排 然後鑽石阿 綠寶石阿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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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些全部都是礦物區 因為我覺得這個加速真的超好用 它成長速度真的是 我才剛進去不到幾分鐘 它就馬上都種好了 我覺得那個東西很讚耶 我覺得那個魔法的很讚 你看這邊其實都種好了 只不過就是沒有什麼時間採收 但我們的那個材料啊 什麼都已經是大爆滿的情況 喔對我需要西瓜 對西瓜種子 I need you 我需要分解大量的西瓜種子 那金的話可能材料比較高級一點 那我們就我們順便再來種一排 因為我們因為我們的初始材料 都會用到這個嘛 這個紫色的植物 那這個紫色的植物 我們就來多種一點好了 這可以種嗎 它是可以被做成種子的嗎 欸有啊有它的種子 但是 但是有沒有比較簡易的取得方法 喔有 它的種子是可以用這個藥水 然後搭配這個奇怪的小石板 就可以讓任意的種子變成這個種子 那這個小石板 喔釀造即可 釀造即可 那我們來釀造吧 我來看一下 我們家好像也沒有釀造台對不對 我們家好像幾百年前都沒在用那種東西 那個感覺好像 好像好像不曾出現在我家過 我想一下喔釀造台是從哪裡拿來的 巫婆的家 巫婆的家會有 或者是烈焰感 烈焰感的話就是怪物 怪物本身也會給 但我們目前 烈焰感好像用完了 烈焰感好像用完了 我們的烈焰感都用完了嗎 好像都用完了 好嘞出發 我記得好像在後面 小心不要碰了岩漿柱 危險危險危險 岩漿柱很危險 燒到就沒了 我可憐的哨寶是連火都燒 燒不起來 是連火都會直接消失了 喔對 然後我會隱形 所以這個高度其實算是沒有 我現在看起來就像是一隻哨吧 我看起來就像是憑空的一隻哨吧 天啊你看沒有人 沒有人 天啊那個路邊有沒有走一走 人家就會看到 你們看 你們是哨寶在天上飛 這樣聽起來有夠厲害的 那他會打我嗎 可是他在發火耶 他們其實是不是看得到我啊 我覺得怪物其實都看得到我 但是 就是 明明隱形了 應該是照著想看不到才對 我不知道這個遊戲設計是怎麼了 烈焰感一隻 一根烈焰感拿到了 要多少才可以做一個 做一個釀造台啊 一個就可以做 一個就可以做釀造台 但是他還需要嘛 你知道釀造也是需要用到 其他東西的嗎 所以釀造台還是要 再多拿幾根 要用到 要用到那個烈焰粉 要用到烈焰粉 這裡怎麼那麼慢 還是我待他旁邊好了 他可能需要一點人的陪伴什麼的 來吧我等你 啊不是你 我要等他 你可以跟我一起等他 對他通常 出現了 欸太多了吧 啊痛痛痛痛 有嗎 欸欸欸掉在那裡喔 有 有拿到三根 三根其實也夠 那我們就用我們的 魔鏡回家吧 超快速 走 拿這個來做一個 我從來就不會做的一個 奇怪的釀造 我真的覺得釀造 是我在minecraft裡面 玩的最少最少最少的東西 因為 我一直都覺得釀造就是 暫時提升能力 但 他的提升能力好像 好像也沒有 就是持續很久 大概可能30秒 我是我在猜 是不是因為他的時間太短 所以導致很多玩家都 都對那個釀造就 沒有太大的興趣這樣 雖然有時候可以引擎啊 幹嘛的但 就是覺得不夠 感覺可以再做得更久一點 好那麼下一步是我們要釀造出 魔法瓶嘛對不對 這個魔法瓶是 這個一朵花再加上三個瓶子就可以了 三個瓶子 然後 放在下面 欸欸欸 嗯 喔對 他先裝成普通的水才行 結果 我們家 我們家這個農田附近的亮光 好像有點低耶 我們來幫他加一點燈光好了 幫你加點燈光 欸幹嘛 走開 謝謝謝謝你的走開 然後這裡 欸 喔亮了 啊點到旁邊去了 沒關係 就大概亮一下 這附近都要亮亮的 這樣這邊也亮一下 這個魔法上面亮一下好了 欸 這樣子 這樣子看起來好看多 這個應該不會 喔對箱子還是打得開 亮一下 你看這附近這樣子亮亮的 看起來多有魔法的感覺啊 這樣子有沒有 亮一下 亮一下 他當 魔法農田 水齁 魔法農田 我剛好看到 兩個鐵 鐵 鐵種子也出來了 可是為什麼這兩個鐵種子是沒辦法疊加的 他們是不是 關係不好 欸 第二排種鐵嗎 我們就中了第二排種鐵 哈囉 請請問你有預約嗎 請問 請問您 請問您預約 預約採草莓 草莓還沒長好 現在現在已經過了草莓季節了 一個 然後 烈焰粉 分解 嗯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這樣嗎 玻璃瓶 他不能放玻璃瓶啊 他不能放玻璃瓶啊 那怎麼把水倒掉啊 喔喝掉 可是他不能放玻璃瓶啊 欸可以喔 欸等一下等一下 所以其實不用裝水 喔 欸 好 好來 玻璃瓶弄進去 然後再加上奇怪的石板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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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板 石磚排成一起就可以了 好 嗯 放這裡好了 登登登 有了三瓶藥水 這個東西要怎麼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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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任何種子嗎 任何種子嗎 看一下喔 不 不會用這個東西耶 沒用過這個新奇的東西 嗯 任 欸甜菜或者是小麥 然後再加上這個水瓶 就可以做出這個種子 這個種子其實蠻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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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要可以 喔 嗯 喔他亮亮的了 然後 喔用Q的 有了有了 合成成功 所以先 倒給他 然後再加種子 喔 喔喔喔喔 OK 可是我現在只有兩個 我還有一瓶耶 啊一瓶可以 下次再來用 我們先種兩個種子上去 這樣的話我們就會有無限的這個種子 第三 欸我們這個這個種最後一排好了 這個種最後一排 魔法農田 魔魔法礦物農田自動化 全全全面登場 我們種這個 因為他這邊是魔法種類的 我們放到最後面這一個 然後成長種子看起來 還蠻多的 然後煤炭 然後這個他產出來的這個果實啊 這個俗稱 他的那個煤炭果實 就可以直接分解成煤炭 這個其實蠻方便的 好 整個魔法農田 就這樣子 完工 就讓他自己在這裡慢慢的製作吧 讓他在這裡慘了吧 我們的 礦石 欸我們下一個等級的 黃金 黃金應該還還做不到 黃金有點太難 對黃金的難度有點高 材料 材料還沒有那麼多 但至少加了無限模組 欸 循環模組進來之後 應該是 大幅增加效率啊 沒有問題 大幅增加效率 好 那我就稍微整理一下 今天的實況 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稍微再見 掰掰